等会儿一起午餐 好啊 我能的 我一定能证明 我跟明天可以在一块儿 就像其他情侣一样 那其他普通情侣 还会做些什么呢 牵手 拥抱 为吃的 鼻咚 不对不对 这是琴场 不是格斗场 应该是明天鼻咚我才对 一起做运动 一起做运动 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奇怪了 换别的换别的 让这苦涩的滋味平衡了暧昧 你说我只是犯规 明明爱又在后退 最甜蜜的成为 都特别犯罪 我要去爱 洗水长流的爱 我要去看 用我的心去看 就是因为我爱你 怎样 长步放慢一点 我要等待 你有天会明白 怎样去爱 有爱你的世界 快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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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 你等 谢谢 吃吧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海带变身培根 农季投资一年翻一倍 抱歉 我对农业不是很了解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我 我就问了 因为未来可能吧 我们方圣旗团会 进入项目投资 别捡了 地上不干净 那我再去拿 不用麻烦了 不喜欢吃芹菜吗 我喜欢 我去帮你拿双新的筷子 嗯 方语学姐和明天交往了 什么 方语全部明天跟她交往 根据权威人士的内幕消息 是因为明天想发展农业新科技 学姐以方氏集团投资要挟 明天不得已 只好答应 还公开上演喂食秀呢 喂食 喂食 嗯 我们刚才是去了意思远吗 怎么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啊 喂 喂 你们听说了没有 明天 明天要跟方语师姐一起去办冰淇淋广告 什么 我们刚是去了桃花园吗 你说什么 方语吃了明天发明的培根变成海带 导致眼睛瞎了 所以明天才为她 是 还听说他们明天就要去拍婚纱照 甚至等明天毕业就结婚 婚后生二胎 一个绰号海带 一个小名培根 哎呀校长 不管这里头含水量多少 重要的是他们俩真交往了 在食堂里边很多学生亲眼看见的 这人肯定错不了的 方语明天再交往 是啊